在對抗俄羅斯表現不俗的 風暴支引飛彈 現在面臨卡彈問題 因為蘇格蘭兵工廠現在罷工了 嗓情如何 連線資深記者邱婉柔 蘇格蘭的一間兵工廠 是專門生產這風暴支引飛彈 以及硫磺反戰車飛彈 這兩項武器可以說是 英國援助烏克蘭的重要武器之一 不過現在可能會出現卡關的問題 為什麼就在於這薪資糾紛上面 這間工廠的組裝武器員 他們每個小時的時薪 是有一個小時678元 年收入為153萬元 不過這運送武器員 薪資少得很多 一個小時只有420元 年收入也大概只有82萬元左右 但比起英國的連鎖超商員工 他們一個小時是有444元的 所以現在該工廠 大概有50名的關鍵員工 他們現在已經決定要來罷工了 預計7月17號還要再展開 新一輪的行動 所以根據外媒的報導就指出 這已經嚴重影響援助烏克蘭的 這個風暴支引飛彈 那麼現在英國國防部 他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他們自己說如果罷工持續下去的話 勢必會影響援助烏克蘭的時程 所以已經實施應急措施 防止這個軍援事件 而南韓總統尹錫月首度訪問了烏克蘭 並且承諾將會擴大規模提供 人道以及非致命的軍事援助 連線給婉柔 南韓總統尹錫月日前是造訪了烏克蘭 當然也和這烏克蘭的總統 聖倫斯基兩國的元首來場會面 而這隱錫月自己也宣布說 將擴大規模提供烏克蘭 更多的人道與非致命軍援 尤其他看到烏克蘭的處境 讓他想起昔日的南韓 所以當時的南韓 也是在國際援助之下 才能擊退北韓逐日壯大的 那麼我們也知道南韓 是世界第九大的武器出口國 但儘管如此的南韓 他們有一個原則 長期抱持著不供應致命武器 給正在發生衝突地區的政策 也就他們不想要這個地方 是衝突加劇的 不過我們來回到烏克蘭事情上面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給烏克蘭的人道援助金額 大約有1億美金 那麼在今年他們預計 會在加碼會來到了1.5億美金這麼多 而對於南韓這樣的協助 烏克蘭的總統 他們也是非常感謝的 他強調說感謝強力支持 這是意義重大的對話 南韓願意提供這個軍車 還有排雷設備 這些都能夠協助他們 拯救生命 尹錫悅出訪基辅 隨行的南韓第一夫人金建西 抵達之後也是大展了 南韓的柔性外交 南韓第一夫人金建西和總統尹錫悅 一起訪問烏克蘭 不過抵達基辅後 兩人各走各的行程 由烏克蘭第一夫人歐倫納接待 一同前往當地兒童福利中心 一見到小朋友 金建西非常親民 還給了一個大擁抱 金建西近距離互動 更直接把手背借給小朋友 印上紋身貼紙 現場氛圍相當輕鬆 旁邊媒體則一路跟拍 突顯金建西的柔性外交 金建西近距離互動 借勵結婚結婚 借勵結婚結婚 借金建西近距離互動 借勵結婚結婚結婚 事實上金建西四天前 才在立陶宇的北約峰會場邊 和歐倫納相見 試圖在國際場合上 為南韓增天色彩 不過金建西在立陶宇 卻疑事趁機購物 引來反對黨批評 利투아니亞的一現地 매체는 金建西近距離互動 南韓總統夫婦的歐洲行 先生引起業的任務則相對嚴肅 在南韓不提供致命武器的政策下 引起業表示會擴大對烏克蘭的人道援助 價值一共1.5億美元 比去年多了5千萬 南韓政策在沒有對外宣布下 引起業夫婦帶著禮包突訪烏克蘭 還參觀了去年遭到 俄軍屠殺的城鎮 進行獻花儀式 只是想對引起業 這次烏克蘭行金建西一舉一動 備受關注 GV新聞 綜合報導 還有近年來 隨著中國野心日益擴大 以及美中關係的惡化 北約也開始把這個目光 轉向了亞太地區 這背後有什麼樣的盤散 請再晚柔 北約現在也要擴大 它裡面的成員 跨逐到亞太地區了嗎 來看到在7月12號的時候 澳洲 紐西蘭 日本 以及韓國的領導人 是參加了北約的活動 他們一塊出席了 維爾紐斯峰會 已經是連續兩年來參加北約峰會了 不過亞太的國家來參加北約的活動 到底好還是不好呢 就我們看到澳洲的前總理姬婷 他是認為這是不對的 他直言說 北約秘書長推動跟亞太聯繫 根本是非常愚蠢的 最後連法國的總統馬克宏 他自己也說 反對北約設置東京辦事處 但北約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一名來自雪梨大學的講師 他就說其實這些國家 在挺污制裁俄羅斯這邊 可以說是非常著名的 再來就是印太在北約戰略概念中 其實佔有重要的位置 另外根據日媒的報導 他們其實北約跟日本這邊 已經討論量身訂製 這所謂的夥伴計畫 而且這個計畫現在 在紐西蘭以及韓國 已經在拼收尾階段了 但這計畫討論的是什麼東西 其實就包括了海事 以及網際安全 氣候變遷 AI以及人工智慧 但有些人就疑惑說 是不是也跟軍事上有關係 就有人就說 其實深化關係 並不代表軍事的常態 不屬印太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門旁邊的QR Code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訊息 帶你一手掌握 解放軍近日在台海周邊活動的 軍艦的燒刺是增加了 國防部就指出了 14號總共有16艘次的軍艦 在台海周邊活動 這是創下的記錄 中方參演部隊的空中兵力 先前梯隊剛剛抵達 接下來他們要與俄方 進行空中行動的協同聚集 中俄聯合軍演 雖然主指示 維護海上戰略通道安全 但想反制 美方聯合日本南韓的態度 不言可遇 不只空中 海上也準備 北部聯合 2023 演習5B 準備完畢 5302第一型驅逐艦 正前往日本海同時 國防部也公布 中共軍艦動態 從14號到15號 一共有16艘次的共艦 在台海周遭活動 數量之龐大創下紀錄 最新也還有5艘在周遭 軍艦 他在海上的停留時間很久 他可以在我們的 譬如說13海裡 他寧街區之內 但是只在海裡 跟你玩貓桌老鼠 說真的 他可以徘徊不久 換句話來講說 軍艦比飛機 他的19例 或者說海上的停留時間比較長 專家分析 通常我方海軍應對 做法是一對一跟監 但一次16艘恐怕疲於奔命 上面上我們有20幾艘的主力艦艇 但是一時之間不可能 不可能一下子派遣出20幾艘 或16艘的軍艦去跟監 因為這牽涉到比如說 軍艦的保養或訂保等等 還有其他的任務要執行 也就是說中共只要派遣數量一多 我海軍就得靠海巡一同跟監 這也是我方為何積極發展 無人機的不對稱戰力 今年沖繩群島才新增了飛彈部隊 日本航自目前內部正在討論 部署移動雷達 在沖繩本島東方約360公里的 北大東島來填補監視缺口 共軍動作越來越多 周遭各國反應當然越來越大 這位先生你們歡迎台北參謀島